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施仪长计以至仪 只是施仪长计 中体不能改 实现自强求富 甲午一战是试今之时证明洋卫运动失败了 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 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马关条约的签订加剧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 也就是说那你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 怎么办 有一批知识分子站出来了 康有为 干什么 改革 变法吧 康有为有个弟子 谁呢 梁启超 这是我们著名的一个学者兼政客 加上我们的著名的史学纪的前辈 梁启超先生 还有一个 比如说 严富 他是刘英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伊藤博文也留学英国 后来变成日本首相 北洋水师覆灭 就是在他的不化之下 严富也留学英国 但是回来只做了一个翻译官 物尽天走 适者生存 贺叙利的这部代表作 就是严富翻译的 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 我们就开始干什么呢 百日为新 内容 你看看 我都给你列到这儿了 教材教材有 课本课本有 教辅教辅有 给你发的讲义也有 版书我就不多啰嗦了 这些事情都是中国人早就该干的事情 一直拖到现在 可是就到这会儿你就成了吗 也没有 在无需变法之后 有过一次无需政变 谁出手干预了 慈禧出手干预了 乌虚政变是干什么 把持续了103天的乌虚变法 流产了 终结了 主持乌虚变法的一批军机张经 被杀掉了 就有了一个著名的乌虚六军子 为首的康梁 脱逃了 东渡日本 在海外继续发展 就夭折了 失败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乌虚变和团 乌虚变和团和农民 乌虚变和团和太平天国 都是中国农民运动的两次高峰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乌虚变是相当奇葩的 为什么呢 因为乌虚变和团的宗旨是什么 它的宗旨是浮清灭阳 我们从小就知道 小学我们就知道 初中我们就知道 但是我就问你 你能告诉我在中国近代史上 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第一个反帝 第二个反凤杰 那我再问你 两个主要任务 谁是最艰巨的任务 也就是说谁是主要矛盾呢 那当然是反帝了 可是 乌虚变和团运动 我怎么为什么说它是个奇葩呢 浮清灭阳 什么意思 它反帝 可是它不反封建 怎么就奇葩呢 我问你 中国的农民运动 最反的是什么 最反的是封建 可是它偏偏不反封建 它反帝 是中国在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危机空前加重的情况下 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瓜分 挽救民族威王斗争的继续 也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反教会斗争的总会合 就是反洋教势力 是这样的一群人 义和团运动 那么义和团运动 要注意的是什么 除了它浮清灭阳之外 你要知道 什么是盲目排外 什么是抵触现代工业文明 什么是对封建具有妥协性 你看 我说他这个福清灭阳这口号 将斗争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 那你反帝没有错 那你反封建 封建你还反不反 封建他不反 他不反 来我们往这看 这一口号并不是义和团在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基础上提出的 如果你要科学分析 你肯定要先反帝反封建 他只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 是中国大多数人对外这个中外反动派的认知 还处于这个感性认识的阶段的倡议 因为他就觉得洋人欺负他了 是吧 这个洋人抢占了他的生存空间 这样那样他觉得洋人欺负他了 他觉得洋人很可不可以 我反洋了 然后我们看这样一则材料 这个材料很有名气 材料分析的时候 数不清 在多少模拟的时候见过这个材料 你从这个材料就能看出来 在义和团当时的这个社歌 他们团歌 义和团团歌 你就能知道 什么是具有封建妥协性的 什么是能够证明他 抵触现代工业文明的 什么是他具有盲目排外的 你比如说一概鬼子都杀尽我大清一统太平年 一概鬼子都杀尽 英国人多了 都是帝国主义吗 你看大法国必胆寒 英美俄德哭连连 盲目排外 然后 烧铁道拔电杆 火中去翻 海中去翻火轮船 什么呢 抵触现代工业文明 他抵触 再有 神出洞先下山 扶住大清来练拳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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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浓郁的 从棺材当中 透出的腐烂的 尸体的气息啊 这种封建 对封建的妥协 这种 神出洞先下山 谁啊 哪吒 不知道 那个 义和团那个射歌 太搞笑了 里面 别说是什么 玉皇大帝 太上老君 哪吒 太乙真人 都神仙附体 就上去了 就上战场了 甚至我告诉诸位 你都能笑死 连猪八戒都有 你去查 你自己查史料 看看我瞎说了没有 铁拐里 汉中离 全有 就这些神仙 就是附体了嘛 后来 这个 这个 义和团就说 上了战场 不要怕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刀枪部 因为有神仙附体 什么 这都是 然后 就因为 清政府 对义和团 存在的 处理失当 准确的说 就是慈禧本人 对义和团 存在的 处理失误 导致了 八国联军 侵华 为什么 义和团发展很快 发展很快之后 因为他仇视西方势力 结果 尤其是以北京 为首 西方人在境的安全 他得不到保障 多次酿成教案 什么叫教案 就是把洋人 神父打死了 发生这些这种事情 普通人还不要紧 结果 在八国联军 清华 找到借口之前 出事了 怎么出事了呢 一个甘永 以名字叫恩海 居然在东郊 名乡公使区 打死了德国公使 克林德 那你说 是误伤吗 要是误伤还好办 他故意的 为什么 我看不惯洋人 在中国地盘上 作威作福 这下可好 诸位 别说当时的大清 就是今天的中国 你把大使打死了 中央政府恐怕 也不好交代 更何况是在当时的 人家天天找茬 找不到 这下可好 那这个义和团 他为什么就会蔓延开 你不该镇压吗 这不是非法组织 你为什么不镇压 因为义和团提出的 这个扶清灭阳的口号 很对慈禧的胃口 慈禧总想借助义和团的存在 能够让洋人 西方人在中国 我们交涉的时候 你能够略微 稍微收敛锋芒 你不要太嘚瑟 你看看我们这个中国 反洋势力很强 就好像我们动不动民间 掀起这个抵制日货的狂潮一样 有很多都是被操控的 这种很正常 很正常 结果西方人这下找到借口了 我三番五次让你镇压义和团 你不镇压 那好 我说了 你别出事则已 一旦出事 我要追究你 这下行了 打死了德国公使 这还了得 西方有了出兵的借口 给大清政府赵慧 我们西方十一国要出兵 干什么 登陆中国 保护在华侨民 那谁都知道 这只是个借口 清政府 在面对西方十一国 眼看就要登陆作战的时候 没有办法了 慈禧为了转嫁 之前的过失 推卸责任 硬着头皮 往上硬顶吧 怎么办呢 向西洋十一国 选战 二十一号 清政府 选战 哪十一国呢 英法 俄 美 德日 义 澳 和比锡 可是 为什么要叫八国联军 清华呢 因为只有英法 俄 美 德 日 澳 八个国家的兵 登陆作战了 那和比锡呢 连西方人都没想到 中国军队这么不堪一击 和比锡军队还在海上飘着 还没到呢 仗打完了 但是你仗打完了 你也不会有人说 行了行了 你们不要来了 这回吃肉喝汤都没你们的份了 你们回去吧 那不可能 为什么 你宣战就是对十一国家宣战的 哪怕和比锡没有参战 将来签订条约也得有我们一份 然后什么呢 就是薪酬条约签订 至于薪酬条约 又是赔四万万五千两银子 然后又是这个 这个从此之后 昌黎青航岛 山海关 天津小站 炉台 整个一系列 中国从此没有驻兵权 彻底沦为半知名地 半封建社会 这些都简单 我们的卷子也不会就搂到 去考你一个条约的章程 还没搂到那个地步 这些大家都熟悉 我就不多啰嗦了 那么就在清政府宣战的同时 地方实力派在干什么 两江总督刘坤一 胡广总督张志栋 扣押了宣战赵书 宣战赵书下达到长江以南 石沉大海 三大总督 李鸿章 张志栋 刘坤一 没动静 看见赵书了没有 看见了 你知道张志栋什么反应 说死赵 伪赵也 胡广盖不奉赵 说这是矫诏 伪赵 假的 胡广不奉赵 赵书到了广州 李鸿章看见 乡帅怎么说 乡帅说了 胡广不奉赵 乡帅还说这是伪赵 李鸿章 伪赵 必是伪赵 梁广 盖不奉赵 刘坤也是一样 我告诉这位你知道为什么 这就叫东南护毛 如果中央政府的宣战 赵书下得到地方 你该干什么 你该立刻北上勤王 立刻参战 可是你参战了没有 你不参战 你知道为什么不参战 地方实力 第一 为了日后能保全局 当下能够自保 我不参战 用张志栋的一句名言 这句名言我们材料老见 张志栋说 保住我长江以南 富庶之地 不受战火牵眼 日后 打完仗之后 凭我江南富庶之地 能救我大清一命 也未可知 慈禧抽风宣战 战火难免了 踏风 你不能跟着风 你要都把家底全都打进去 那这个战场岂不变成了 十一个国家灭亡中国的战争了吗 你铁钉是打不过的呀 你肯定是要败的 那到战败了以后怎么办 那怎么 只能我们不参战 我们不参战 我告诉诸位 不参战可有个问题 所以当时的江南三大总督 已经做好了几手准备 进可以攻 退可以守 如果 在这次 因为当时的情况 确实是相当的糟糕了 这是慈禧这一生当中的最低谷 他已经到了饿肚子的地步 吃不了饭 为什么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 慈禧就仓皇出逃 跑了 跑到哪去 我们科普人有险自己看去 往西跑 一路上 经常是连这几天十米不蘸牙 所以 这些人必须要做好准备 如果大清 慈禧真的撑不过这一关 必须要有人迎难而上 撑起这个危惧 代表中央政府 跟洋人继续周旋 你从地有合法政府吧 当时的西方人士 一定要抓住慈禧 而且要杀掉他 要承办战争罪犯 你宣战他 要杀掉他呀 而且不光是杀慈禧一个人 147个官员 那里面有很多是王爷 要杀掉 凡是主战派都要杀掉 总要有人支撑危局吧 这是尽可以 这个尽可以攻 就是 而且我再告诉主委 你不要忘了 清朝政府 是一个女真人 满族人 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其实 谁才是真正代表 汉族大地主阶层利益的呢 这些人 如果实在情况不乐观 清政府完蛋了 慈禧也真的就没逃过这一劫 这些人 就会代表中华兵族 代表汉族 自立 可是如果退一步讲 如果大清没往 慈禧没死 他回来了 还继续统治 那可就有个问题 你现在不参战 自己是要追究责任的 李鸿章我问你 看到我的诏书了没有 你干啥去了 这是什么 这是抗制不尊的 要杀头弹 怎么动弹护保呢 那 我不知道 我听这个张相帅说的 这是伪照嘛 对吧 伪照 我没有封照 互相推诿 李鸿章说 张立东说的 张立东说 刘云一说的 刘云一说 我听他俩说的 那你们到底是先说的 不知道 不知道 护保 所以对内护保 对付谁 对付 如果清政府还在 对外护保 对付谁 对付洋人 我告诉你 长江以南 我不参战 李鸿章 李大人 你们认不认识 洋人哪有不认识 张立东李鸿章呢 认识认识 我告诉你 该怎么打怎么打击 我们不管 长江以南 你不许战火绵延 你要是敢把军舰 开到长江以南 我跟你不客气 长期以来 我告诉诸位 你没发现 洋人真正恨得 咬牙切齿的 是满清政府 不是地方实力派 尤其不恨李鸿章 尤其不恨张志动 袁世凯 这跟洋人关系挺融洽的 就是这些洋务派的大臣 他们跟西方的关系挺融洽的 但是慈禧对西方势力 那就是 痛入骨髓的恨 这是东南护宝 免让中国长江以南受到战火牵引 对内对外两层意思 但是 你可不要忘了 因为你长江以南不参战 那打起你中国北方来 那洋人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那后再打吧 所以当时的华北好惨哦 尤其是这北京京津 哎呀那真是地狱 人间地狱 它屠城啊 纵火焚烧 抢劫 抢劫 惨透了 人间地狱 但是 可是你又是什么办法 你如果非要让全国参战 那可就不是局部战争了 那是全国战争 一个国家我们都没打过 全军覆没 11个国家跟你一块打 你还有活路没了 然后再往后看清末新政 1901年 慈禧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痛下决心 再要是不改 彻底没戏了 所以慈禧让中央光绪 是吧 那个傀儡皇帝 囚徒皇帝 傀儡皇帝 下个罪戏照 宣布自上而下改革 要把大清变为一个君主立宪国 变为一个君县政体的国家 然后大清宣布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 什么时候开始 01年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11年结束 怎么就结束了呢 因为大清 嗝屁朝梁 彻底灭了 没了 1911年 发生了什么事呢 1911年10月10日 辛亥革命 但是我要告诉你 实际上清末新政到1908年就嗝屁了 为啥呢 因为慈禧 1908年死了 主要主持清末新政的 就是慈禧带着张之洞 袁世凯 慈禧一旦一死 谁继位 纯亲王宰丰 带着他那个儿子溥仪继位 那个纯亲王宰丰 是很讨厌清末新政的 一系列东西的 搞了个皇族内阁 把慈禧在这八年当中 干的很多实质性的工作 都给否了 然后也就没成功 也没能救得了大清 可是你别忘了 洋务运动没救了大清吧 但是洋务运动的时候 我要说什么了 中国的民族工业起步了 汉阳造嘛 那是民族工业起步了 你说他一点成就都没有吗 也不是 中国的工业基础 就从那时候开始走上征途的 清末新政是失败了吧 可是我告诉你 没有清末新政 中国没有现代化的陆军制度 没有清末新政 中国没有现代化警察制度 没有清末新政 没有武汉大学 没有清末新政 没有山东大学 没有清末新政 没有今天的金金堂 这就是成绩 成绩是成绩 但是没能挽救这个政权 这也是事实 好 就在大清 日以日搏西山的时候 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有识之势 早就不干了 你把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了 1894年11月 以当时中日甲午战争为背景 孙中山创立信中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资产阶级性质的 反清革命为宗旨的团体 然后1904年 黄兴创办的华兴会 1904年 有一个张难仙和刘静安 创办的日之会在武汉 1904年10月在上海的光复会 陶成章 那么这些人都在干什么 都在干什么 核心就是孙先生当年在新中会的时代提出的 驱出打鲁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政府 这是什么 这就是日后旧三民主义的先生 辛亥革命爆发了 1911年10月10日 湖北新军第21混成邪 一个邪统的部下 张震武将军 然后第八营 爆发了反清的起义 当然它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在这我不都说了 经过一夜激战 起义军控制武章城 夺取了起义胜利 到12日 占了汉阳汉口 武汉三镇完全落入了革命党的手中 11号的时候 在湖北还成立了一个军政府 这个军政府 开始是谁领导呢 是张震武将军领导 武昌起义 手艺第一枪 但是因为他军阶很低 号召立唱 就拉出了一个 一个人出树 这个人是谁呢 是当时的协同 相当于后来的旅长 黎元宏 黎元宏登上历史舞台 被人捡了辫子 从房间床底下拖出来 想不造反都不行 就任命他为革命军的都督 带领革命军去打 黎元宏不愿意 造反嘛 在他看来 这是造反嘛 他不愿意 但是没办法 在革命党人的胁迫之下 莫名其妙的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然后 孙中山先生在海外 得到了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之后 立刻赶回国内 领导继续的革命工作 12月 12年的1月1日 孙中山回国 在南京宣誓就职 宣告成立中华民国 当时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颁布临时大总统宣言 和告全国同胞书 孙中山先生说了 武昌手艺打响了 我现在回国了 我只是暂时负责 领导接下来的革命 等到大清被推翻了 只要中华建立了共和国 这个政治体制 那天起实现共和之日 孙文愿解大总统之职 我就不敢了 因为我这一辈子的梦想实现了